第十二章 我们看二十八讲 第十二章 弟兄姊妹我们已经看到耶稣 记得前面的十一章 我们进到十二章 十二章是把这个总结 征战得生当中所获的地方做个总结 战绩累累了 我们看前半段特别谈到怎么样呢 以色列人在攻打耶诞的东边的土地 赢得那个土地 赢得土地 有哪些呢 我们看耶诞和外面日苏之地 几下两个王得到他们的地 就是怎么样呢 从亚楞古直到黑门山 并东边的前亚拉巴之地 这两个王一个叫西斯本 另一个是什么亚蒙利人的王西洪 他们两个管 他们管他管辖之地呢 从怎么样呢 亚任古边的亚罗尔 尔古中的城 并积累了一半 直到亚蒙利人的地界 亚伯和 以耶诞的东边的亚拉巴 直到基尼内海 又到什么亚拉巴的海 就是沿海 然后通 东坡 东坡 那西末的路 以及南方 直到什么呢 辟世家的山根 来接着山根 又有什么呢 巴山王二 他是立完一人所生下的 出来怎么样呢 亚斯塔路跟以德来 他所管之地是黑门山 撒迦 巴山全地 直到基尚人跟马加人的境界 并激烈了一半 直到西斯本王西洪的地界 所以耶诞和东边的 两个王地方 都已经被占领了 被占领了 都又被谁占领了 神所兴起的 以色列的第二个新生代 你又说第二代新生代的 那些六十万大群 他们虽然在什么 跨野出生长大 可是他们的力量是很强的 米里瑞在跨野出生长大 然后力量薄弱 或营养不良 没有 本来是士气高昂的 自己高昂的 你看 他们所知道这两个王是耶和华 仆人摩西和以色列人所击杀的 耶和华仆人摩西将他们的地赐给里边人 加了两个马来西半个赤派 所以耶和东边地方是给两个半赤派 两个半赤派 那也是怎么样呢 摩西答应给他们的 那耶和西二 那是怎么样 九个半赤派 公也九个半赤派 我们在第七节这样说 耶稣跟以色列人在耶和西击杀了诸王 诸王说了王 他们的地是从尼巴嫩平衍的 巴利加的 哇你看 然后呢 是上到怎么样了 哈拉山 又怎么样了 按着他们的失败宗族 分给他们为业 叫做赫人 赫人怎么 亚摩利人 迦南人 伊利西人 西位人 耶布斯林的三地 高原 山坡 旷野和南地 和南地 这些都是什么 都要属于以色列人 至于他们的王 有哪些王呢 这里特别看到 算起来总共有三十一个王 三十一个王 整个加拉利三十一个王 或者是伊利哥王 爱城王 耶路撒冷王 西伯仁王 耶摩王 拉吉王 伊西人王 吉色王 迪比王 吉德王 和尔玛王 亚拉德王 密拿王 亚杜南王 马基大王 伯特利王 还有什么 塔普雅王 还有西佛 还有雅佛 还有什么 拉萨伦 马顿 夏索王 众 那深伦敏伦王 还有什么 亚撒王 塔拉王 密奇多 吉德斯 还有呢 耶念王 还有一个是 多尔三刚的多尔王 一个是吉甲的干命王 总共 还有一个是什么 德撒王 总共三十一个王 都被以色列打败 杀了 获得他们所有的地方 所以神按照他应行 让以色列的大获全身 夺得所有的地方 但不要忘了 他一些怎么 分散在各城市 小城市的一些怎么样 不同的居民 以色列的人 要去帮他们赶足出去 如果帮他们赶足出去的话 这会带来后患 日子久以后来讲的话 他们就变成一股力量来还抗 就被他们肋旁的 这么的荆棘眼中的赤 这是要特别提醒我们自己的 做要做的彻底 尽心尽力的打仗 不止大过前生 还有战后期要处理的 战地政务 也是不可缺少的 就像 去传为 建立教会 建立教会 但教会的建造 教会的组织 教会对色气方面 如果把他们稳定下来 都是不可忽略的 上帝祝福各位 谢谢你